苏先生 你放过他吧 白杨燕有些无能为力 他也不相信 上一刻还好好的一个人 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 特别是他父亲白祈山再三嘱咐 不可得罪苏毅 他也能猜到 苏毅必然是修仙者 白杨燕又不知道 叶夏轩也成了修仙者 谭文修突然变成这样 在他看来 必然是苏毅干的 苏毅看着白杨燕 问道 他跟你关系很好 白杨燕犹豫了一下 伸出手往边上一影 说道 请借一步说话 苏毅让叶夏轩牵着许点点 然后跟着白杨燕走到一旁 白杨燕此时心中也已经了然 果然是苏毅干的 看来苏毅的修为 应该是比谭文修要高 难怪父亲这么看重他 苏先生 我知道谭文修得罪您 但他现在是我的客人 白杨燕犹豫了片刻 整理了一下语言 说道 我不知道在您看来 谭家是什么地位 但我惹不起谭家 如果谭文修跟着我出现这种情况 那谭家肯定会找我麻烦 白祈山以前也是苏毅的仆人 相比谭耀文的背叛 白祈山对苏毅可谓是相当尊敬 苏毅倒也不想让他的后人 再受什么无妄之灾 真不知道有时候 是不是他太过低调了 总会有一些无聊的人 过来找他的麻烦 他朝谭文修那边看了一眼 谭文修立刻恢复了神志 但此时他还趴在地上 伸着舌头 口水也流了一滴 啊 当他眼神变得清明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干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他催眠苏毅 怎么他反倒被催眠了 他虽然是被催眠 但刚才做的事情还没有忘记 裤子一片湿答答的 还有店里这些人的眼神 啊 我记住你了 今天的仇 我们谭家会找你报的 谭文修指着叶夏轩 怒不可结 在他看来 一定是这个女人干的 不然就凭苏毅这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反催眠他 叶夏轩也是一脸茫然地望着他 怎么又是他 上一次是他主动为苏毅背锅 这次是锅从天上降了 不过 叶夏轩的目光落在苏毅身上 老骗直 还说自己的修为废了 这就是废了的样子 谭文修怒吼着 却又突然发现自己的修为 竟然全废了 好不容易凝结的虚丹 竟然直接消失 而且无法感受到 体内气的运行 这 谭文修瞪着叶夏轩 仿佛有不共带天之仇 叶夏轩也想开了 一口锅是杯 两口锅也是杯 他恶狠狠地反瞪了谭文修一眼 那意思分明就是再说 你再看 再看把女人都给废了 谭文修也是惊骇之鱼 只能慌忙逃了出去 哪里还有之前的嚣张模样 白杨燕跟苏毅说了一声多谢 然后连忙跟了上去 经过这样的事 白淼淼对苏毅不免越发好奇了 之前在店门口的时候 那石柱突然炸裂 还有谭文修突然血狗 还有他父亲刚才说的话 求苏毅放过谭文修 这么说来 苏毅不仅是修仙者 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修仙者才对 谭文修逃出去后 连忙给他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竟然直接哭了起来 爸 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我被人废了修为 谭家在整个修仙界 或许算不得什么 但在金门散修家族中 也是传承一千五百多年 家中也还有一位分神器的老祖 如今已经是八百岁高龄 什么人 谭文修的父亲 也是金丹后期修为 听到自己儿子被人废了 也是忍不住骂道 我让你平日里低调点做人 不要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这世上厉害的高人到处都是 你要是惹到哪个大宗们的清传弟子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应该是个金丹修士 谭文修浑身颤抖 咬着牙说道 你不把我报仇就算了 我就死在青州好了 反正我现在也是废人一个 谭文修的父亲深吸了一口气 与其稍缓了一些 问道 你知道他是哪门哪派吗 不知道 谭文修咬牙切齿地说道 但他废我修为 这件事不论说到哪里 都必须讨回公道 就算他是大宗门的 就了不起了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儿子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会跟老祖说一下 我谭家的人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现在你先回金门 我听人说 苏家苏靖夫在青州被人杀了 苏家那个老家伙 估计也要到青州 我们先查一下 伤你那人的底细再做打算 谭文修的父亲 倒也没被仇恨冲昏头脑 青州市现在鱼龙混杂 还没了解对方 是什么背景的情况下 即使是他 也不敢贸然出手 把杨燕追出去之后 等谭文修打完电话 他才问道 谭少 你没事吧 谭文修拳头紧握 羞愤难当 怒骂道 你是不是眼瞎呀 不知道给我找一身衣服 我在卫生间等你 白杨燕脸色铁青 身为白家家主 他何时被人这么骂过 但谭家乃是修仙世家 他也不想得罪 只能默不作声 看着谭文修朝卫生间走去 不管怎么说 凡人和修仙者的地位终究悬殊 白杨燕盯着谭文修的背影 心中更是坚定了决心 当今这个局势 必须找一个厉害 且靠谱的修仙者做靠山 不然就算再有钱 也只能仰人鼻息 苏毅 如果这次谭家找他麻烦 他还没有出事 那就是他了 回去之后 无论如何 也要问一下父亲 苏毅究竟是什么背景 苏毅见叶夏轩再次为他背锅 也是忍不住笑了 他终于发现 收这个徒弟的好处了 不如以后的黑锅 就让他去背好了 多帮他树立一些仇敌 也好有点动力 以叶夏轩现在对建议的领悟 除非是原音境界以上的修仙者 降为打击 不然 至少也能打个五五开吧 如果说真的有那种分神 非生气的修仙者 因为这些事情对叶夏轩出手 那苏毅也说不得 只能进行一波真正的降维打击了 金门 天地妙 这里供奉着一尊石像 石像长袍落地 双手父辈 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 面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 金门所有的散修 都供奉着同一个神 据说远在先秦时期 修仙者地位崇高 却未曾将普通人放在眼里 那时候 有一位上古大神 就住在金门 他将一些炼器的法门 交给了当地的居民 有大宗门修仙者 意图将金门 变成他们的领地 却被那位大神赶走 后来越来越多的散修到金门 寻求大神的庇护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神虽然已经离开 但金门也就成为了散修的聚集地 而那位上古大神 被金门的散修立下石像 供奉于天地庙中 散修们称其为 无上至高天尊 此间 金门五大散修世家 召集了各大家族的代表 召开宗亲大会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 上次开宗亲大会 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吧 不会是想让我们 全部入室修行吧 老祖宗可是说了 让我们不要 与那些大宗门争 这你还不知道啊 苏敬夫前阵子去青州 被人杀了 而且啊 就在半天前 谭家那个谭文修 也被人废了 应该是在青州 遇到哪个大宗门的 清传弟子了 那这天不是统坡了 这才多久一会功夫 两家传人都玩完了 有意思了呀 噓 臭小子 小声点 你想害死我们家呢 说天地庙外面 不少没有资格 参加宗亲大会的人 也站在外面一轮纷纷 虽然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 进入文明社会 提倡人人平等 但在金门这个地方 修仙者之间 还是阶级分明 五大世家的子弟们 平日里嚣张跋扈 气男霸女的事情 也没少干 不少本地的修仙者 因为忍受不了 他们的霸凌 只好举家搬迁 只是普通的散修 待在金门 也会享受到 一定程度的保护 毕竟修仙者实力太低 独自出现在外面 要是遇到魔修 那可是 会有生命危险的 一般的人 只知道有十三处 其实修仙界 还有许多魔修 那些魔修专门 猎杀落丹的散修 抢法宝 夺修为 如果没有后台 实力还不够强 修仙者到处乱跑 可比普通人危险得多 宗亲会上 以五大世家的组长为首 身后十八人 轮流给天地庙的 无上至高天尊上香 各位 相信你们 都收到消息了 我苏家子弟苏敬夫 前日在青州遇难 今天谭家嫡子谭文修 在青州 被人废了修为 这样的仇 各位觉得 是报还是不报 苏家现任组长苏长默 站在实相之下 大声问道 如果这仇不报 以后我们金门的修仙者 如何再修仙界立足 今后 若是有某个宗门说 要我们滚出金门 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谭家组长谭非文 义愤填膺的吼道 这仇当然要报 如果被人这么欺负了 我们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一旦传出去 丢的是 我们整个金门的脸 以后家里人再出去办事 人家岂不是对着我们金门的子弟 一阵乱杀 除了苏坦两家 另外三大世家 却是没有说话 跟在后面的那些人 终于有人起头道 苏老 你们现在查到 究竟是谁干的了吗 苏长默眼睛微微一眯 说道 已经查到了 犬子苏敬夫去青州 也是带上我家老祖赠予的 阴阳乾坤池 上面还有老祖的一缕神魂 我记得没错的话 苏敬夫已经是金丹金剑 还带上阴阳乾坤池 却被人直接抹杀了 那杀他之人 又是何等修为 五大世家中的欧阳家族 长欧阳青 摸着胡须 皱眉道 难道是原因以上的高手 那可就不是年轻一辈的修仙者了 苏长默被打断了说话 也没生气 而是继续说道 不 这次我们查到 杀我儿子的那人 跟废掉唐文修的是同一个人 十三处的吴文泽 也已经找过我了 现在就在门外等着 同一个人 难不成是针对我们金门哥大家族 欧阳青州没到 现如今灵气复苏 据说一切都原来自于青州 难道说是哪个大宗门 不想让我们去青州 那人不是什么大宗门的弟子 应该是一介散修 前阵子还上了青云山 凭借一己之力 夺下青州大学那一处灵地 你说的 不会是那个叫叶夏轩的女子吧 青云山鄙逝 我也去了 那女子的确强得一塌糊涂 一剑破了袁浩然的先天八卦阵 但据说只是金丹境界 谭飞文沉默了片刻 眉头微皱 说道 最关键的是 他一个多月之前 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据我所知 他并没有加入任何门派 这话一说出来 满堂沉默 一个月前还是普通人 而且没有加入任何门派 就这样成了金丹高手 并且能一招破掉 袁浩然的先天八卦阵 这其中的信息量 可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在联想到青州市那个地方 除了有个别思想单纯的人 想到这叶夏轩是天赋过人之外 更多的人想到的是 叶夏轩必然是得到了 什么厉害的法宝 如果真的是某个大宗门的青传弟子 他们或许还招惹不起 最多只能拉上十三处的人 上门跟人耍耍嘴皮子 最后说不定还被人很揍一顿 但叶夏轩只是一个散修 而且没任何背景 身负密宝的那种散修 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不报仇 杀人夺宝 甚至还让人找不到任何的毛病 苏长默也是眼前一亮 不等其他人说话 众人想了想 便露出一副愤慨的神情 道 这仇 我苏家必报 说着 他还对谭文飞说道 谭兄 你放心 我苏某必定为你儿子讨回公道 谭文飞一愣 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不是傻了 他查到叶夏轩是一个没背景 且身负密宝的散修 他还说出来干什么 直接闷头去报仇 然后杀人夺宝 不就完事了 现在苏家竟然想要杰族先登 苏兄 我谭家的仇 还是由我们自己报吧 一个金丹境界的修仙者 进行碾压 叶夏轩一个多月 能达到金丹境界 如果让他们这些人 得到叶夏轩手中的法宝 岂不是能直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甚至直接飞升仙界 或者永生 谭文飞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先缘 在这件事情上 儿子被废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毕竟修仙者修为 一旦达到某种境界 寿命只会更长 后代的生死 早就没那么重要了 苏长莫听谭文飞这么一说 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冷冷说道 你家谭文修只不过 是被人废了修为 而我家苏靖夫 是被人直接杀了 连尸骨都未曾留下 我苏家必杀之而后快 谭文飞脸色同样是不好看 他们这些散修世家 资源本来就少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能夺得一件强大的法宝 那可就算一步登天 人是他调查的 而且他儿子也被废了 现在苏长莫 想要一个人吃毒食 那怎么可能 我儿子的仇 我当然得亲手报才行 既然苏兄你 也想报仇 不如我们结伴行 谭文飞当然不甘落后 这件事情上 如果他没有任何作为 好处岂不是全都让苏家的人得了去 等苏家的人去杀了叶夏轩再回来 岂不是更加地压他们一头 好 那不如就我们两人同行 找那叶夏轩讨个公道 苏长莫也觉得这件事 必须亲自去办 能让一个普通人 一个月变成金丹高手的秘宝 那岂能让别人去办 另外三大世家的组长 听他们两人这么一唱一和 早就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三人相互使了一个眼色 欧阳青便说道 两位兄台 今天我们开这个宗亲大会 本来就是商量给两位后辈报仇 而且 对方不过是一个金丹修士 还是无门无派 哪用得找你们两位出手 另一位张家的组长也说道 是啊 给两位子侄报仇 我们人人有责 而且对方的境界也不算高 不如就让各家子弟去解决这件事 也免得别人说 我们金门的人以大欺小 另一位龙家的家主龙浩出突然说道 这次十三处的人来金门 主要是说 我儿子被那叶夏轩重伤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 我们龙家必须出面 苏长墨问道 你家龙浩也是 那个叫叶夏轩的女子商呢 怎么没听你说 龙浩出咬着牙说道 老子被断了后 需要怎么说 一个刚刚修炼一个多月的金丹 连费我们金门三位年轻人 这件事怎么也可能算了 既然事情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不如我们就各家派三名年轻人去青州 就看看那姓叶的究竟有什么本事 龙浩出也算是看明白了 如果谭文飞和苏长墨出手 那叶夏轩必死无疑 但叶夏轩手中的宝贝 肯定也落在他们手中 说不定叶夏轩背后 还有什么秘密 万一他是发现了什么上古遗迹呢 这种事 谁不想奋一杯羹 各家派几名精英去 那他们才能有些机缘 而且他龙家的子弟 也是在叶夏轩手中受过伤的 他怎么就不能插一手了 苏长墨和谭文飞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但事情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召开了宗亲会 人家都是为了帮他们报仇 他们难道还要拒绝 而且都是老狐狸了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那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即使他们现在不同意 如果苏长墨和谭文飞 两人前往青州 其他那些家族的组长 难道不会联手一起去 到时候真的打起来 他们两个可能还落不到好 言之有理 既然这样 那我们每家 便派三名金丹禁忌的年轻人去 苏家作为金门第一世家 在这种大行事面前 也只能做出妥协 谭文飞当然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儿子不过是被人废了修为 人家苏靖夫 可是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苏长墨都做出了让步 他还能说什么 事情也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下来 苏长墨这才说道 既然事情已经决定了 我们就跟十三处的人谈谈吧 他建议私了 苏长墨这么一说 其他人都笑了 私了 一般来说 修仙者发生矛盾 要私了 也很简单 双方约一架 说好赌注 在不伤及性命的情况下 赢家通吃 打完之后 以前的事既往不救 如果不私了 那就是让十三处介入 大家先把当事人叫在一起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 把证据找齐冷了 该赔偿的赔偿 该坐牢的坐牢 他们若是不肯私了 那就是通过十三处解决 那也必须拿出证据来 然后最多也就是让叶夏轩坐牢 或者赔偿 一般的修仙者 如果发生矛盾 很少会通过十三处解决的 毕竟面子上过不去的 修仙界老规矩就是 强者为尊 如果遇到事情 就让十三处介入 那还要不要面子了 吴文泽来到金门也是有一阵子了 他来之前 也只知道叶夏轩将龙家龙号废了的事情 可在天地庙前站了一会儿 听到周围那些人议论的事情 瞬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没听到有人说龙家的事情 大家讨论的 都是苏家和谭家的事 全都是在青州被人废掉的事 没这要巧吧 五大世家 得罪三个 一个断后 一个抹杀 一个废修为 吴文泽感觉自己 这一趟似乎来得不太妙 这种情况让人思了 打一架就算了 怎么算 而且 做这三件事的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如果全都是叶夏轩那位姑奶奶干的 那他该怎么办 他这么进去 会不会当场被人打死 毕竟苏家那位 还是死了儿子 他竟然没让顾彤彤来 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 吴文泽见识不对 就溜到一旁 给老杨打了个电话 杨老 我这边出了点状况 他只能将自己现在遇到的情况 给老杨说了一遍 想问问该怎么处理才比较好 老杨听他说完之后 顿了顿 说道 如果这三件事 都是叶夏轩干的 那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不管了 老杨是已经知道苏毅的实力的 上千人间先都被灭了 金门那些散修 算得了什么 十三处也是想要尽可能地追求和平 但有些人如果非要找死 那他也拦不住 吴文泽犹豫了一下 问道 我就不劝着点 他也不是不明白 这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他不知道苏毅的实力 但叶夏轩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就已经很可怕了 从上次封京小镇 人间先集体蒸发事件不难看出 叶夏轩背后 很有可能是有一位大能的 老杨犹豫了一下 说道 那你尽量劝一下 能撕了就撕了吧 也别说封京的事 他们要是实在不听 就任由他们去吧 只要他们别商及普通百姓 其他的 无所谓吧 毕竟现在灵气复苏 说着 老杨顿了顿 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小吴啊 我现在退休了 处理的工作是交给你跟彤彤了 以后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考量 该怎么做 就别来问我了 吴 明白了 吴文泽也知道 如果他以后一直这样 遇到什么事都问老杨 那他永远都成长不起来 他也是金丹初期的修仙者 也活了两百多年了 虽然其中大半时间 都在闭关修炼 但怎么也该成熟起来了 挂了电话 天地庙里面 也刚好有人出来 请吴文泽进去 吴文泽收起手机 想着以前跟在老杨身边时 老杨处理这些事情时的 语气和方法 深吸了一口气 朝那人点了点头 挺着胸膛 慢悠悠地走了进去 处事不能慌 他身后站着的是整个国家 他代表的也是国家 就算是面对任何一个大宗门 他也不应该出现任何的心慌 当吴文泽走进天地庙中 二十几双眼睛盯着他 这些人 还有好几个是原音高手 修为比他强上不少 如果真的想要在这里杀他 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吴文泽却是脸上 含着淡淡的笑容 双手赋予背后 目光慢慢扫过在场的人 问道 各位 有关龙号的事情 讨论的怎么样了 苏长墨脸色一冷 说道 吴主任 你这次来 不会只是跟我们 讨论龙号的事情吧 说话间 他已然动用了 原音境界的气 对吴文泽进行施压 仿佛吴文泽只要说错话 就会瞬间将其击杀 除此之外 其他几个家族的组长 也纷纷向吴文泽施以压力 吴文泽只感觉到 四周传来铺天盖地的压力 即使这些人都没有出手 他的心脏都快被压爆炸了 哪怕是站着都觉得费劲 强大的压迫感 让他脸色有些苍白 额尖黄豆大小的汗滴 不受控制地滚落 各位是想跟我动武吗 吴文泽身体是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他眉头一挑 不紧不慢地问道 还是说 各位想直接挑战 我们13处 苏长墨没有收回压力 反而笑道 那吴处长 是想用13处来压我们 好大的官威啊 说完 他反而再次施加压力 吴文泽毕竟跟苏长墨 是相差一个大境界 旁边还有那么多高手 同时对他施加威压 如果是其他金单休闲者 现在可能已经跪下了 吴文泽一时没忍住 直接吐出一口血来 他脚下的青石板已经碎裂 但腰杆依旧挺得笔直 不仅没有跪下 反而低声笑了起来 嘿嘿 这就是你们金门的待客之道 不如你们杀了我 苏长墨眉头一皱 连忙收回了压力 他本来是想给13处 一个下马威的 却不曾想 吴文泽竟然这般强硬 他们还真不敢 在这里弄死吴文泽 这不是平白树敌吗 13处的顾同同 在年轻一辈 堪称无敌手 而13处跟各大宗门的宗主 都是交情匪浅 近些年来 各大宗门入室修行的弟子们 几乎都受过13处的恩惠 而且还有不少人下山历练 就是在13处里面工作 据说吴文泽也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 修为虽然不高 但背景可不小啊 而且现在的热武器 也是强的离谱 就算是原因高手 面对全副武装军队 也只能隐恨当场 吴处长说笑了 苏某只是因丧子之痛有些悲愤 对你可是没任何敌意 对13处也是相当友好的 苏长默盯着吴文泽问道 难道吴处长不知道 这次在青州 除了龙浩 我儿子苏敬夫也陨落了 还有谭家的谭文修 也被人废了修为 吴文泽脸色也是冰冷 道 我只知道 龙浩先试图攻击别人 结果既不如人 反而被人废了命根 龙浩出怒喝道 我放你妈的狗屁 你凭什么说我儿子先攻击别人啊 吴文泽轻声笑道 酒店是有监控的 不差证据 各位如果要证据 我车上有 龙浩出一时间哑口无言 苏长默却说道 那我儿子死在那夜下宣守中 这是怎么算 还有谭家谭文修 都是那个女人干的 吴文泽嘴角一扬 说道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事情起因 我可以帮各位找监控 现在青州市处处都是监控 想要知道孰是孰非 并不难监控 我只知道杀人偿命 苏长默眼睛一瞪 说道 听你这语气 怕不是想要包庇那个女子 我听说 那女子之前在青云山 还为你们十三处出站 夺下青州大学那一片林地 你找出来的监控 谁知道是真是假 吴文泽问道 那苏先生 你想怎样 你的意思是 不接受我的调解 调解 我儿子死了 那女子必须给他陪葬 苏长默直接将吴文泽 要说的话给堵死了 不接受任何调解 也不看监控 事情已经到了这不田地 孰是孰非 还重要吗 吴文泽也是怒了 只是说道 我已经将各位说的话 录了下来 并传回了处理 既然各位并不接受 我们的调解 也不愿看监控 那就按照以前修仙界的 规矩办吧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从今以后 你们金门的修仙者 将不受十三处庇护 但若是敢在与修仙者之间的 战斗重伤及普通人 必杀之 吴文泽冷冷说道 今日各位的一言一行 都将传遍十三处 每一个员工的手机上 另外 我今日所说的话 也将传达到十三处 所有的盟友那里 望各位好自为之 吴文泽的话说出来 周围那些人 不禁冷言嘲讽起来 我们金门的修仙者 什么时候要你们庇护了 就是 修为不高 脾气倒是不小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庇护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以后我们做什么事 你们也别管就是 就连谭文飞也是不屑一笑 你们十三处 也就一个天生道体能 拿得出手的 其他的全是吃干饭的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吴文泽默不作声 连忙对谭文飞呵斥道 老谭 你说什么呢 还快给吴主任道歉 道歉 道什么歉 我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谭文飞本来就是 金丹后期的修仙者 修为比吴文泽高尚那么一些 便也就没把吴文泽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就算是顾彤彤来到他们金门 也得低调做人 毕竟谁家没个老祖宗啊 吴文泽白手道 当然不用道歉 我说过的话 就代表整个十三处 就这样 各位告辞 说完 他转身就走 苏长默连忙喊道 吴主任 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杨老先生知道吗 你得到过你们高层的同意吗 吴文泽头也没回 刚才诸位所说的话 已经传到整个十三处 杨老已经退休 现在我说了算 我也相信 上面不会对我这个决策 有任何质疑 说完 他便直接走了出去 苏长默望着吴文泽的背影 拳头紧握 眼角抽动 目光扫过众人 咬牙问道 你们是不是傻 失去十三处的庇护 我们以后如何在修仙界立足 谭文泽不屑地说道 我们什么时候 要他们庇护过 苏长默长叹了一口气 坐在椅子上 一巴掌将旁边的石木桌子 拍得四分五裂 怒道 你们是真的没活明白 天地妙中 所有的人都望着苏长默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在他们的记忆中 貌似他们金门 就是一个强大的团体 也从来没有 要十三处庇护过 苏长默神情复杂 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刚才我们的一言一行 他都是有摄像头记录 刚才的话 我们已经得罪了 整个十三处的人 谭文泽依旧不明所以 笑道 得罪了也就得罪了 大不了以后不来往 他们也不管我们 岂不是更好 好 的确很好 十三处里面 有不少大宗门的弟子 虽然大都不是青传弟子 但你说的话 已经把他们全得罪死了 苏长默哈哈笑道 一句话得罪整个修仙剑 你还真是好得很 谭文泽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无比 他刚才说十三处 也就一个天生道体 能拿得出手的 其他的全是吃干饭的 那不就是说 那些大宗门的弟子 全是废物吗 不仅如此 你应该知道 即使是那些摩修 也必须到十三处登记 也算是他们的盟友 现在你把人全得罪死了 十三处也不跟我们 将他们那一套规矩 以后我们金门子弟 出门在外 就只依循一条原则 强者为尊 苏长默说到这里 狠狠瞪了谭文飞一眼 问道 你是觉得 我们金门子弟 已经可以冠绝天下了吗 很多摩修也是十三处的盟友 他们也依旧在明面上 遵循着十三处的规矩 至少做事不敢做得太绝 但吴文则宣布 他们金门不再接受庇护 那些摩修 还不死盯着他们金门这些散修 整个修仙界的人 都会把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然后也不会再有人因为 对法律的顾忌 而对他们手下留情 说不定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已经有大批摩修 朝金门附近赶了 他们的确是有老祖宗没有飞升 但他们的老祖宗 基本处于不问世事 潜心修炼的状态 而且 元英境界以上的修仙者之间 也是有约定的 不可轻易出手 因为他们出手所造成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除非全都躲在金门不出去 不然真的很难立足 事已至此 既然已经决定找叶夏轩报仇 现在就出发 苏长默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们也别打雅弥了 那信业的女子 必然是得到了什么逆天的法宝 一家派出一名元英 或者三名金丹高手 一起去青州 杀人 夺宝 然后立刻回来 不要走散 夺得的宝贝 拿回来之后 再看怎么分配 苏长默已经不敢再迟疑 他们只能搏一把了 一群高手组团去杀一个金丹修仙者 怎么也不至于失败吧 而且组团过去 还能避免中途被人拘杀 速战速决 两天就能回来 毕竟金门还是有各家的老祖庇护 只要不出去 也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苏毅从白淼淼朋友的婚礼上回来之后 叶夏轩还没走 他已经看到温泽发的视频 13处的员工 只要登记再次的修仙者都有收到吧 师父 他们这是要杀我吗 那我该怎么办 叶夏轩依旧很少接触这样的事情 竟然有人恨不得要将他挫骨扬灰 苏毅已经开始看动漫 他见叶夏轩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头也没抬 说道 要么等他们杀上门来 要么你杀上门去 呃 还杀上门去 叶夏轩有些不舒服地说道 我不喜欢杀人 苏毅说道 这是你的事 我修为被废了 也没办法给你解开剑铃的封印了 好一个修为被废了啊 这次直接断了他的念想 而且也说明了 不会替他出手 这一切只能靠他自己 他们不过对我的家人出手吧 叶夏轩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给顾彤彤打个电话 这种情况 可以申请保护家人 而且 他们应该是觉得 你身上有什么好东西 想要杀人夺宝 倒也不至于动你的家人 苏毅看着动漫 说道 他们现在也不可能长时间在外逗留 最多就这两天吧 你活下来就行了 叶夏轩对自家亲爱的师傅 真的是有点福气了 从吴文泽传来的视频 完全可以看得出 要杀他的是一群人啊 而且吴文泽的实力并不弱 在金门都已经被人单凭气势压的吐血 这样一群人要杀他 可他师傅一点都不紧张 他还在动漫 他甚至还在笑 师傅 你能看得出那些人是什么修为吗 叶夏轩气不打一处来 坐在石凳上 垮着张脸望着苏毅 苏毅头都没抬 漫不经心地说道 能当上修仙世家组长的 再差也应该是个金丹境界 如果我是他们 要杀你的话 应该会直接派十几个原因高手吧 嗯 叶夏轩脸都绿了 十几个原因高手 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我还只是金丹境界啊 苏毅终于肯按下暂停键 抬起头笑道 你莫不是以为人家 会派几个境界比你低的 先送经验值 等你变得更厉害了 再派一两个境界比你稍稍高 那么一丢丢的 等你越级反杀 然后再让你成为一代无敌女主 直接一波团灭人家 叶夏轩听他师傅这说话的语气 瞬间觉得 他师傅最近学习的内容 貌似有点多了 这还是那个连外卖 都不会点的老师傅吗 正常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叶夏轩小声嘀咕道 怎么可能一来 就让那么多高手来杀我 那你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枕头垫高一点 苏毅再次低头 按下播放键 说道 他们这次得罪了吴主任 出门都得小心点 不抱团出来 估计自身安全都成问题 好吧 师傅 你不可能看着你的徒弟 被人围殴致死吧 苏毅说道 那你就好好修炼 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来吧 我现在废人一个 你就别指望了 他最多也就只能帮叶夏轩 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 除非对方派出 原因境界以上的修仙者 不然 他不可能出手 叶夏轩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但人家这两天就要杀过来了 那我就算修炼 一夜之间 也不可能突破到原因境界吧 自己想办法 别来烦我 苏毅微皱眉 说道 平日里不知道情家修炼 现在遇到适才 知道自己太弱了 好吧 我自己解决 叶夏轩也不敢再对他师傅 有任何指望 自己解决 却又该怎么解决 说实话 他对自己的实力 还真不是很清楚 他只知道自己 确实已经很强了 但已经强大到怎样的地步 跟原因境界的高手 相差又有多远 如果被真如苏毅所说的那般 被十几个原因高手围殴 他又该怎么办 嗯 不对 师傅 你刚才是不是说 他们现在也不可能 长时间在外逗留 最多就这两天 叶夏轩突然发现了一个 很关键的点 为什么他们 不敢逗留久了 苏毅沉默了片刻 说道 你是猪脑壳吗 你不是十三处的人 却也收到吴文泽的视频 所以 正如吴文泽所说 凡是在十三处登记了的修仙者 都有收到这条视频 金门的人现在在修仙界 已经是重视之地 他们还敢在外长期逗留 是嫌自己命太长吗 哦 叶夏轩长吟了一声 嘿嘿笑道 那我去修炼了 师傅 你要睡觉吗 不睡 我要追翻 苏毅摆了摆手 示意叶夏轩 不要再来烦他 那就多谢师傅了 叶夏轩也不傻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在苏毅卧室修炼的速度 比起在其他地方要快得多 一定是师傅家里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别看苏毅一脸 高傲冷漠的样子 还通宵追翻呢 这不就是让他 到他卧室修炼吗 在苏毅的提点之下 叶夏轩也清楚了 现在的局势 或许金门的人 会派出很多高手 过来杀他 但是 金门的人 已经将整个修仙界 都得罪了 那他有什么可慌的呢 叶夏轩进了卧室之后 就给顾彤彤打了个电话 顾彤彤吗 嗯 我是叶夏轩 顾彤彤那边 都没等叶夏轩说什么事 就说道 你家人那边 我已经让人盯着了 金门的人如果 对普通人造成伤害 或者影响过于恶劣 我会出手 叶夏轩嘴角一抽 不是啊 顾彤彤那小妞 不是傻乎乎的吗 怎么感觉 他早已看穿一切 甚至都开始暗示 他该怎么做了 好的 谢谢 叶夏轩说完就挂了电话 刚才听苏彤彤说什么 可能有十几个原因高手 来围攻他 他也是有点慌的 但现在嘛 他不仅不慌 甚至还有点想笑 想要应对这种局面 其实太简单了 最简单的就是 躲几天 打不过 我躲还不行吗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一直待在人多的地方 相信金门的人 一旦进入青州市 必定会被顾彤彤他们注意 在人多的地方 如果金门的人对他出手 只要伤到普通人 或者是造成了什么恶劣的影响 那十三处的人就会出手 吴文泽在视频里面可是说了 必杀之 叶夏轩却也不想伤及普通人 因为 他也想到了一个好去处 青山书店 里面现在全是修仙者 而且还在学校里面 如果动起手来 最起码的是 张洛林会帮他 甚至还会为他主持公道 若是一对一 他倒也不怕谁 至于现在嘛 就先安心修炼吧 心里面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 叶夏轩也安心修炼起来 苏义在青云山上 教了他许多其他修仙者的功法 只是他并没有领悟多少 想到昨晚领悟建议 他坐在床上 开始尝试着领悟其他的功法 今晚要是能领悟其他的功法 也能证明 他师父这房间有些神奇 以后说不得 就直接霸占他的卧室了 苏义也是真的通宵刷番剧 现在的他 对打架杀人这种事 真没什么兴趣 世界和平 每天刷刷剧 小日子不滋润吗 打打杀杀 简直就是有辱斯文 叶夏轩从苏义卧室里面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许点点在梧桐树下喂兔子 点点 苏义哥哥呢 叶夏轩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竟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一点多 许点点蹲在地上 抬起脑袋 说道 苏义哥哥去上学了 果然 他师父是真的不打算管他了 这样也好吧 他一定要在师父面前争口气 用实力告诉他 自己并不是废物 金门钉上叶夏轩这件事 并没对苏义造成什么影响 早上夜夏轩没有出来 他自顾自地吃了个早餐 就去学校上课 当他准备跟王俊林他们 一起去食堂吃饭 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时 杨正成竟然就在教室门口等着他 正巧这一堂课 是杨正成的学生严斌在上 严斌走出教室 就看到杨正成 连忙就迎了上去 语气之中也充满了尊敬 杨老师 您找我 杨正成眼睛里面布满了血丝 精神状态看起来并不怎么好 他摇了摇头 目光还一直盯着教室门口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等人 他等苏毅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但每次都错过 今天苏毅来上课 他才跑到教室门口等着 严斌有些好奇 以他老师杨正成的身份 在教室门口等谁呢 直到苏毅和王俊林他们走出来 杨正成眼睛里面 终于闪烁着一丝金光 他脚下动了动 却站在了原地 张着嘴 却不知道该不该喊苏毅 如果喊的话 又该怎么称呼 如果这种情况下 喊苏毅苏老师 又会不会对苏毅的生活 造成困扰 苏毅和杨正成对视了一眼 跟王俊林他们说了一声 然后就走到杨正成面前 笑道 杨校长 你找我 对对对 有点是 杨正成眼睛里面神采四溢 连忙说道 现在方便吗 方便 走吧 苏毅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生活 为人算是更加和善了 杨正成第一次找他的时候 他对这个老头并没什么好感 但接触过几次之后就发现 这个老头 似乎并不那么令人讨厌 相反 这老头比许多人要有意思得多 至少他心中是有信念的 很执着的一个凡人 也正因如此 苏毅对他的态度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杨正成找苏毅 王俊林他们自然只有善善离开 严兵却是有些迷糊 在他的印象中 苏毅这个学生绝对算不得优秀 而且他经常旷课 才一个多月 他至少旷课三十几节 现在还没被开除 就已经很不错了 难道说 他之所以没被开除 就是因为和杨校长有关系 杨正成倒是没这么多 跟苏毅并肩走着 路上也没怎么说话 毕竟他在学校熟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又看得出 苏毅比较低调 不想引人注意 我们去书店吧 苏毅大概也能想到叶夏轩的打算 不如他也过去看看好了 书店二楼一直都是空着的 如果杨正成有什么话 也可以在二楼说 杨正成连忙点头 他最近也有到书店蹲苏毅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一靠近书店 他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 仿佛一种生物的本能 告诉他离书店远一点 苏毅跟他来到书店 店里一如既往的全是休闲者 这些休闲者也是够了 竟有人用手段 不让普通的学生靠近 结果店里面已经好些天生意了 他们倒是坐在那里看书 全程白嫖 苏毅和杨正成走进书店 立刻引得一群人侧目 有两个人还对杨正成 施加无形的压力 大概是想让他自己出去 苏毅当时就不乐意了 指了指那两个人 说道 你们两个出去 本来他们就弄得 整个店里没了生意 而且还扰了清静 居然还这么嚣张 连苏毅带进来的人都敢瞪 简直就是确战纠巢 我们凭什么听你们呢 一个虚单境界的年轻人 也不乐意了 苏毅凭什么叫他们出去啊 据说就是靠着美色 勾搭上叶夏轩 和顾彤彤的软饭男 竟然也敢对他们指手画脚 苏毅都懒得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下一刻 张洛林已经黑着脸说道 你们两个 出去 张洛林对苏毅 可以说是唯命是从 之所以没有赶走 这些修仙者 那也只是因为 苏毅没发话 他不敢胡乱揣测前辈的意思 现在苏毅发话了 他自然是要有所作为 张天师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两个虚单境界的修仙者 顿时面如土色 怎么张洛林竟然是 站在苏毅那边呢 张洛林眉头微皱 说道 不要逼我赶你们 两人不敢再废话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苏毅这才说道 以后 你们把身上的气息 都给我收敛一点 这书店是让学生来买书的 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也敢跟我们这么说话 某个宗门弟子 冷冷地看了苏毅一眼 在他看来 刚才那两个人 之所以会被张洛林赶出去 那是因为 他们两个资质低 没能入张天师法眼 但他乃是大宗门弟子 天之骄子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苏毅 他自然是没放在眼里 狐假虎微罢了 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张洛林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直接把他扔了出去 以后苏 苏毅说的话 你们必须遵守 不然就别在这里坐着 张洛林也是想不明白 这群人傻乎乎地在书店 坐了好些天了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苏毅这位大神就在眼前 他们却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在苏毅这里 能得到先缘 那他们一天天地 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吃饱了撑的 他当然不会知道 在这些人眼中 他就是大神 这些人只是想在他这里 求的一份先缘 书店里面的人 微微懦懦地点了点头 甚至有人猜想 张天师这么做 肯定是在叫他们 怎么为人处事 仔细想来 苏毅跟十三处的人有关系 又跟叶夏轩那位大神暧昧不清 人家吃软饭也是一种本事 凭什么看不起他 这样的人 还是不得罪的比较好 书店里面的修仙者 这次终于体会到 苏毅在这里的话语圈 一个小小的练气修士 却能让张洛林如此重视 也确实是不简单 他们也不敢再用气势 压迫普通人 苏毅带着杨正成上了二楼 这才问道 杨校长 你有什么事 说吧 杨正成能明显感觉到 苏毅对他的态度 比之前好了许多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说道 苏老师 上次我们从青云山下来 那些文物在半路上被人抢走了 苏毅点头道 嗯 我听说了 真的很遗憾 可是 我觉得那些文物 应该是被十三处的人藏起来了 杨正成咬着牙说道 虽然我知道这样想 有些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但十三处的人都那么厉害 押送过程那么隐秘 保安措施也是很到位 应该没道理会被抢走 苏毅眼睛微微眯起 这的确是个普通人 但他猜得很准确 按理说 十三处办事应该是滴水不漏 可杨正成依旧猜到了 杨正成皱眉问道 苏老师 楼下那些都是修仙者吧 啊 还真是灰眼如炬 早已看穿一切啊 苏毅觉得更有意思了 他没有否认 而是点了点头 有些事 就算被杨正成知道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心念一动 便隔绝了二楼的声音 可以保证 楼下没人能听到 他与杨正成的谈话 青云上给你们那些东西 其实是假的 但也的确是被十三处的人带走了 假的 杨正成眼睛瞪得老大 怎么会是假的 苏毅坐在椅子上 说道 是我访的 那真的文物是在青云山上还是 杨正成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 他只关系真的文物在哪里 至少要确认 他们现在在哪里才行 全在我这里 苏毅说着 手慢慢从面前的书桌挥过 原始天尊的三宝玉如意 出现在桌子上 杨正成浑身一颤 盯着桌子上的三宝玉如意 紧张地问道 这是真的 苏毅将三宝玉如意拿起来 把玩了一番 说道 十二品竟是青莲的红花 化成的三宝玉如意 先天灵宝 四 杨正成倒吸了一口凉气 手指颤抖地指着苏毅手中的三宝玉如意 激动地问道 你怎么可以拿它 之前这三宝玉如意在喜剑山山洞的时候 曾有考古学家 就只是触碰了一下它 结果整个人化作一片激愤 可苏毅现在 竟然握着三宝玉如意把玩起来 苏毅笑道 它之前是原始天尊的灵宝 但后来落在我手中 本来也算是我的东西 我拿着它 没什么问题吧 你 杨正成侯解滚动 愣了半天 惊疑不定问道 你的意思是 那个山洞里面的东西 都是 你的 苏毅说道 那个石碑上的字 是我写的 杨正成呼吸已经有些急促 激动得不能言语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苏毅会懂石碑上面的文字 那从上古神话时期开始的记载 到现代应该是多少年 杨正成沉默了片刻 终于忍不住问道 这么说来 你活了多少年了 苏毅也是想了想 说道 如果按照你们现在的时间来算 应该有四十一年了 那时候 地球上还没有其他的生物 杨正成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如果是别人跟他这么说 他肯定是不信的 但苏毅这么说 他却是没有来的选择相信 苏毅淡淡地说道 喜剑山上的那些东西 很多都是神话时期的灵宝 再次现世 必定会引出很多事端 还是保管比较好 杨正成呆若木鸡 活了四十一年 那该是什么时代 根据苏毅所说 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生物 苏毅不知道 杨正成信不信他所说的话 他只是说道 我很喜欢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有趣的东西 但喜剑山上的那些东西 你们还是不要 再想了 即使拿给你们 你们也研究不出什么来 而且 这些东西真的流传出去 说不定会造成许多伤亡 不说别的 任何一件灵宝 若是落入歹人手中 苏毅不干预的情况下 死伤都是难以计算的 杨正成拳头紧握 坐在椅子上望着苏毅 嘴唇颤抖着 问道 四十一年前 你已经是人形状态吗 苏毅看着他的眼睛 说道 你们现在所了解到的历史 也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 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就算证实了又怎样呢 杨正成再次沉默了许久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说道 感谢你为我解惑 既然这样 那些东西 还是留在你这里更好 这次谈话 杨正成真的知道了太多秘密 尽管心中还有很多想问的 但他也不打算再打扰苏毅 起身朝苏毅鞠了个躬 然后转身下楼 苏毅这才将二楼的禁止解除 杨正成离开没多久 叶夏轩便来到了店里 而苏毅就在二楼看书 叶夏轩手里捧着两杯奶茶 叮叮咚咚咚上了楼 给苏毅递了一杯奶茶 道 你果然在这里 给 苏毅接过奶茶 喝了一口 继续看他的书 叶夏轩笑得像个傻子 还说不管他呢 如果真的不管他 怎么可能在这里等着他 不要说什么在这里看书 担心就算担心 叶夏轩嘴角一扬 嘴里咬着吸管就下了楼 也不跟苏毅多说一句话 傲娇就傲娇呗 谁还不是个傲娇的人 下楼之后 叶夏轩就开始跟张罗林套近乎 张罗林知道 叶夏轩是苏毅的弟子 对他的态度 自然跟别人不一样 小叶 听说你被进门的人盯上了 你得小心点啊 张罗林嘴上这么说 却是一点都不担心 苏毅的弟子啊 且不论苏毅的真实实力 就洗剑山上面那些灵宝 随便扔一剑出来 就足够灭掉整个金门 叶夏轩却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对张罗林说道 张天师 我怕 叶夏轩说他怕 张罗林都只觉得哭笑不得 你有那么厉害的师父 还怕什么 没事的 你别怕呀 不就是金门的几个散修吗 张罗林好歹也是正义道的长老 倒也没把几个散修放在眼里 而且 他真不觉得叶夏轩有害怕的必要 书店里面那些修仙者 听到叶夏轩这边跟张罗林的对话 不由联想了许多 他们过来 可不就是来舔张罗林的 而且 这家书店必然是有什么秘密的 叶夏轩跟张罗林的明显关系匪浅 叶夏轩短时间内的突然崛起 让人感觉到 这一定跟张罗林有关 叶夏轩很有可能就是张罗林的弟子 他们待在书店 可不就是想要有叶夏轩一样的先缘 叶道友 你放心 金门那些人要是敢找你麻烦 我们都不会放过他们 一个虚单境界的修仙者大声说道 金门那些人也实在是太嚣张了 吴主任那视频我们也看了 十有八九是金门的人先挑衅你的 但他们连道理都不讲 还大放厥词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此言一出 书店内的修仙者们群情激愤 对啊 叶道友 你放心 我们会为你做主的 他们无非就是想人多欺负人少 说的谁没有人是的 他们连吴主任都敢得罪 还真是不知死活 书店里面的修仙者说什么的都有 但无一例外 都是看金门的修仙者不爽 叶夏轩可是凭本事代表 十三处打下青州大学这块地皮 但人家十三处 也没有禁止其他修仙者进入 在这件事上 书店这些修仙者 算是欠了十三处一个人情 而且 以往他们遇到一些麻烦 也是十三处出面平视 再加上吴文泽平日里为人和善 跟许多修仙者相处融洽 得罪吴文泽 基本相当于得罪了半个修仙界 再加上谭文飞那一戏话 可以说 大半个修仙界都被他得罪了 叶道友 你放心 我已经收到消息 各大宗门的高手 都在往青州方向赶 金门的人只要赶来 那就别打算活着离开青州 苏毅在楼上听到他们的谈话 也就是淡淡一笑 看来这次叶夏轩 也并不算遇到什么大问题 金门的那些修仙者 也是真的蠢到无可救药 竟然跟吴文泽玩硬的 他们其实完全可以表面妥协 被地理暗杀 如今生事搞这么大 反而将他们自己陷入了死地 也正如他们所料 苏长莫等人 刚刚走出金门禁地 立刻就被一群魔修盯上 这群魔修 可不是在十三处登记了的魔修 他们是真正的外魔 没想到凡间的修仙者 还是挺多的 果然是没来错啊 一个身材枯狗 衣上蓝绿的老者 怪笑在一座乱石后面 盯着苏长莫他们 怪笑连连 另一个身着青袍的白面年轻人 看了苏长莫他们一眼 对老者说道 酒鬼 你别乱来 这群人就当时你的猎物了 先别杀他们 问问他们去哪里 先熟悉一下环境 若是有什么大能 还在凡间 杀了他们 可能会出事 老者黑黑笑道 知道知道 你以为就你斯文 不过已经说好了 这群人是我的猎物 你们可都别抢 老者一行共八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服装各异 但无疑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苏莫长他们竟然都没意识到 自己被人盯上了 你们 站住 老头一个纵身 从乱石后面飞了出来 竟然一个人拦下 苏长莫他们二十几号人 苏长莫顿时吓了一跳 这老头实在有些诡异 一身破衣服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样子 但他是何时出现在周围的 他竟然都没发现 老头勾搂着腰 拄着一根漆黑难看的拐杖 拐杖上面挂着一个酒壶 他抬眼问道 老夫问你们 当今天下最厉害的修仙者是哪个 又有什么境界 老头不过是微微抬眼 苏长莫就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人的修为绝对在原因之上 难道是飞升器的高手 苏长莫飞快冷静下来 朝老头鞠了一躬 说道 我家老祖正是飞升器的仙人 不知前辈有什么事 老头咧着一口烂牙怪笑道 飞升器什么时候也敢称仙人 你小子是想用你家老祖 来吓唬老头我 老头不屑一笑 抬起拐杖朝金门方向一指 说道 那方不会就是你家吧 我们正好要过去 你们带路吧 放心 老头自我和善得很 说话间 老头眼中寒光四射 他的确是和善得很呢 这三天已经杀了五个修仙者 之所以不杀他们 那是因为金门方向有他们的主神 外魔杀的修仙者越多 得到的奖励就越多 他们当然是不会介意来一场大的屠杀 但又怕招惹到一些恐怖的存在 所以暂时选择低调一点 老头说话间 与他同行的另外七个外魔 已经将苏长莫一群人团团围住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家老祖就在金门 谭文飞也警惕了起来 这群人来者不善 身上更是透露着诡异的气息 他们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让他感觉到 发自内心的恐惧 老头眼底寒光一闪 抬起拐杖朝谭文飞一指 谭文飞只觉得浑身僵硬 无法动弹 老头再将拐杖上的酒壶打开 一滴黑色的液体 飞进谭文飞的嘴里 谭文飞瞬间浑身清惊暴起 痛苦地跪在地上 用力锤打着地面 地面被锤出一个个大坑 他身上的气息也飞速暴涨着 你干了什么 苏长莫大喝了一声 抽出腰间的佩剑 遥遥指着老者 他不想坐以待毙 但也不敢随意动手 干什么 老头黑黑一笑 望着谭文飞 结结道 赐予他力量啊 他的话刚说完 谭文飞的身体暴涨了三尺 眼珠子通红 嘴里发出怪叫 一时间 丛林之中狂风大作 他的实力明显得到了一个质的飞声 但是下一刻 他的身体突然裂开 他的眼神中也满是惊恐之色 碰 谭文飞的身体猛然炸开 血水骨肉炸得到处都是 老头也不在乎身上沾着血水 反而是用手指在刮下脸上的血迹 放在嘴里舔了舔 深吸了一口气 笑道 真是太弱了 看来他还不配当我的手下 苏长默等人 眼睁睁看着谭文飞死在他们面前 却也是无可奈何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苏长默也想过 他们走出金门之后 会遭到其他修仙者的攻击 但在他看来 他们这一行人五个原因 十八个金单高手 除非那些大宗门联合起来围杀他们 不然不应该存在什么危险才是 毕竟根据各大宗门之间的约定 分神器以上的修仙者 是不能随便出手的 而且 那些高人 怎么可能无聊到来截杀他们 一个竖着双马尾 白白嫩嫩的小女孩 背着小手 走到苏长默面前 笑音音的说道 我们是神使 如果这话是在谭文飞死之前 由这个小女孩的嘴里说出来 说不定还会有人信 但刚才那血腥的一幕 已经让金门的一行人 留下得了强烈的阴影 各位究竟有何贵干 苏长默又不是三岁小孩 眼前这个小女孩子 看起来虽然是活泼可爱 人畜无害 但他深知 可能这个小女孩 比那个老头还要可怕 小女孩背着小手 围着苏长默悠悠地转了一圈 说道 你别怕 我们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只要你们听话 保证有你们的好处 苏长默还没说话 旁边那个眉心 有金色龙纹印记的小男孩 冷冷说道 跟他们说这么多干什么 直接搜索他们的记忆就行了 说完 他的眼眸中 闪烁着幽兰的光芒 慢慢伸出手 朝苏长默隔空一抓 苏长默竟然不受控制地 被他抓到面前 只见南海眼中的幽光 将苏长默笼罩其中 苏长默在他面前 仿佛一个玩偶 悬浮在空中 神情痛苦 你们干什么 苏家的一个原音高手 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郭躁 站在旁边的老头冷哼了一声 原地留下一道残疑 下一刻 他的拐杖已经穿过 那个原音高手的心脏 一个原音高手 在他面前 竟然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 瞬间被秒杀 苏家那原音高手 没心飞出一道淡金色的元神 想要逃离 却被老头一把抓在手心 怪笑了一声 便吞了进去 行神俱灭 其他进门的修仙者看到眼中 更是不敢动弹了 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原音高手 难道不是 已经算得上 这世间顶尖的战力了吗 竟然被人一招秒杀 这未免太可怕了一些 酒鬼 我说了 别乱杀人 之前那书生模样的年轻人 皱了皱眉 有些不悦 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 很明显 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杀人 老头却不以为然地笑道 杀他几个人又有何妨 年轻人也不与他争辩 只问那小孩 文龙有什么发现 文龙轻轻推开苏长墨 淡淡地说道 这人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一些 全是在他们小城里面的事 不过主神的法身 的确是在金门内 我们直接进城 别浪费时间 他们这次出来 是去找一个金丹修仙者报仇的 文龙将他从苏长墨 这里知道的信息 全都讲了一遍 也包括苏长墨 他们怀疑夜下宣身上 有秘宝的事情 就这样 苏长墨等一行人刚出来 还没走多远 又这样被文龙他们 全抓了回去 苏长墨 我好心奉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惊动你们家老祖 年轻的书生淡淡地 看了苏长墨一眼 道 飞生期在我们看来 真算不得什么 我们只是不想 把事情闹太大 当然 你如果不信 大可试试 书生眼皮微抬 说道 杀几个飞生期的修仙者 对我们而言 也不过是废些事而已 苏长墨狠狠咽了口唾沫 他完全不敢怀疑 书生所说的真实性 从这一行人 所展现出来开的实力来看 他们应该不属于 这个世界才对 难道是那些人间仙 苏长墨刚这么想着 他身边那个小女孩 就咯咯笑道 我都说了 我们是神使 才不是弱小的人间仙 这个小女孩竟然能 洞悉人心 修仙者有这种能力 并没什么好稀奇的 但重点是看对谁用啊 苏长墨好歹也是 原音禁忌的修仙者 刚动念头 就被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未免就太可怕了一点吧 说句难听的 眼前这群人想要杀他们 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毕竟实力最强的苏长墨 在人家面前 都弱小的跟个小鸡崽子似的 苏长墨最终只能脸色难看的说道 放心 我不会惊动老祖 但也请各位 神使手下留情 不要再对我们动手 书生眯眼笑道 放心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你们不是要找人报仇吗 我还可以帮你们出手 让你们金门的人 成为全天下最大的势力 最后这一句话 他仿佛直击苏长墨的内心 苏长墨浑身一颤 说道 如果能让我苏家成为天下第一修仙世家 苏某怨奉您为主 旁边那老头顿时不乐意了 喝道 萧青 说好的这群人都是我的战利品 你这算怎么回事 书生瞥了他一眼 呵呵笑道 给你吧 我对这些人倒是没什么兴趣 只是青州市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龙闷声道 青州那边是我跟我家丫鬟的 你们别想染指 他话刚说完 那小女孩直接就是飞身一脚 直接踹向文龙的脸蛋 臭不忍 敢对本大小就不敬 文龙也没有任何神通 两个小家伙竟然扭打在一起 拳拳到肉打得不亦乐乎 旁边的人也是见怪不怪了 这两人见面就掐架 再正常不过得了 偏偏他们又经常在一起 相互不服气的样子 而这个小女孩 被众多外魔奉为公主 也是战力最强之人 若是放开手 足与仙界神王一战 死不忍 青州是本大小姐一个人的 不准你踏足 文龙最终还是被压在地上一通狂踩 论尽身作战能力 他终究还不是这位小魔女的对手 蠢丫鬟 你一个人去 只会被拐卖的命 文龙刚说完 又被小魔女一脚踩在脑袋上 脑袋直接埋进了土里 苏先生 你放过他吧 白羊叶有些无能为力 蠢丫鬟 蠢丫鬟 蠢丫鬟